50万美人的缩圈游戏你玩过吗 100个人同时呆在一个圈内 谁能坚持到最后就可以得到50万美人的奖金 比赛规则很简单 圈子每过24小时就会缩小 比赛过程中碰到边界线就会被淘汰 坚持到最后的人就是赢家 为了这场挑战 这位专门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这个请了一个月的假 而红一长发哥则说他请了半年的假来比赛 旁边黄一小哥说他已经打算躺在前堆上冬眠了 看来大家都信心满满 没想到挑战刚刚开始 这位金发小哥就打算退出比赛 他认为在这场百人团战里 自己坚持不到最后 他决定及时止损 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下 他勇敢地踏出了圈外 小哥本以为自己会通手而跪 没想到主持人直接送了他一辆崭新的汽车 看到第一个退出的金发小哥居然得到了一辆车 剩下的一些人开始有模有样地学起来 于是有人得到了平板电脑 有人得到了50寸的大电视 还有人得到了不少的钱 这时候主持人推来了一辆餐车 他告诉剩下的94位选手 他们可以坐在钱队里享受美味的菲力牛排大餐 到了晚上的时候 主持人还贴心地拿来了睡袋分给大家 所有人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 现在是第二天早上 主持人将在高台上告诉众人开始缩圈 虽然圈子缩小了 但是对于剩下来的94人毫无影响 于是主持人决定完剪刀石头部 输了的人淘汰出局 别看这游戏简单粗暴 但是成功地送走了不少人 只剩下76个选手了 现在是第三天的缩圈时间 今天将由助手进行 没想到划线的时候助理手抖了一下 圈子直接被缩小了一半 看到活动空间缩水了一半 有些人选择了退出 现在还剩下60位选手 第四天的缩圈时间到了 今天划线的白衣小哥好像也少抖了一下 这下圈子更小了 正是主持人告诉大家 现在退出比赛的将获得2000美元 看来这2000美元的诱惑不小啊 同一小哥果断卖出了圈子 接下来又有人选择退出比赛 现在剩下54个参赛者了 第五天的早上到了 众人看起来精神都不是很好 看到助手用来缩圈了 又有几个人退出了比赛 剩下的49人坚持到了第六天 今天是主持人亲自缩圈 他只缩小了一点点 但是在黑心小助理的操作下 又有10人退出了比赛 现在还剩下39位选手 所有人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了 绿衣服的胡子可调皮地坐在垃圾桶里玩 没想到直接摔倒了 差点碰到边界线 为了庆祝剩下的选手 在全内生活了7天 主持人拿出了一辆特斯拉作为奖品 谁能顺着绿色的地毯 在不触碰地面的情况下 骑上轮胎摸到汽车 就可以将汽车带回家 特斯拉的诱惑确实很大 这位红衣小哥有点太心急了 还没骑上轮胎就失败了 第二位黑人小哥虽然骑上了轮胎 但是亨克西巧出地了 挑战失败 第三位选手决定站在轮胎上 让后面的小伙伴帮他推轮胎 没想到推轮胎的小哥脚下一晃 踩到了地面 被淘汰出局 因为他是帮助别人才淘汰的 所以主持人决定奖励他5000美元 最后这位选手在得到 小伙伴的两次助力后 纵身一跃 摸到了汽车 虽然出局了 但是这辆汽车现在属于他的 剩下32位选手坚持到了第八天 今天主持人将圆圈分成了四个分 要求所有参赛者 按照依赋的颜色分成四对坐在圈内 主持人制作了一个转盘 想要淘汰一部分选手 没想到都这位黑人小哥首长灾了 黑人小哥好像幸运女生不体 连续三次都赚到了3000美元 主持人只能无奈收手 现在还剩下31位参赛选手 第九天晚上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场面 这位美女正打算拿着前退出比赛 没想到被身后的帅哥叫住了 只见他单膝跪顶 向美女求了婚 美女答应了 主持人被他们感动了 于是决定送给他们1万美元做婚礼基金 随后他又拿出2万美元 作为平衡目挑战的奖金 黑人小哥又赢得了1万美元 同一小哥紧跟其后也得到了1万美元 现在还有25个挑战者在坚持 第10天早上 主持人告诉大家 碰到了什么事情需要处理 于是向着黑球发导告一番后 一个后空翻 推出了比赛 随后的挑战又淘汰了一部分人 现在剩下20位参赛者了 比赛已经进行到第11天了 为了尽快结束比赛 主持人拿出了20个小草圈 在所有的选手站到草圈上后 当助手将圆圈全部填满 主持人告诉众人 他们将在草圈上站立24小时 现在选择退出的话可以得到1万美元 在金钱的诱惑下 又有几位选手退出了比赛 剩下的16位选手只能站到明天早上了 现在是第12天的早上 主持人拿来了两片脚掌大小的草皮 等所有人转移到草皮后 主持人告诉大家 现在选择退出的将得到1万01元美金 多出来的这一块钱 好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选手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退出了比赛 现在只剩下10名选手了 他们将在下一个视频里 抢夺50万美元的终极大奖 如果是你参加这样的比赛 你能坚持多久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